大学生了没 大学生了 大学生了 秋天又到了 我們女人家又要怎麼打扮呢 一定要有一些流行的配件 而且除了這個美妝之外 剛剛講這個 你整個穿衣打扮 髮型 我們都帶來本節目 即將為您邀請的巨星 都是要這個從裡到外 然後從臉到腳 還有一位是從巴黎時裝就剛回來 這麼回血 這是學技局的 對 在巴黎媽媽嘴咖啡 巴黎 不是 巴黎 巴黎… 巴黎是不是 巴黎 巴黎 在國外得獎的 對 不得了 首先這一組就不得了 這組不得了啦 馬上來歡迎我們時尚教頭 新美姐 跟彩妝王子蕭凱老師 歡迎 哈囉 小小姐…來 歡迎… 歡迎 歡迎 謝謝 憲姐 好朋友… 小小姐好 憲哥 多哥好 這個女人太有義氣 今天是來幫妳打輸了對不對 對 沒錯 請到這個巨星來幫妳打輸 真的 我現在就是在冒汗 她只有在大月露面出現的時候 她才會出現 這樣子因為她的輸很有意義 一定要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你們節目收視率那麼好 然後年輕朋友們一天到晚在 耍寶也不是辦法 要做錯上事 來 馬上看一下 她的演唱會我本人有去看 非常感動 又好看 好看又好聽 你知道你看到一個藝人 她所有的舞步 完全沒有錯 好強喔 我們沒有資格去看她有沒有錯 只是覺得很強 她從頭到尾 而且是邊唱邊跳 真的 太好看了 就是30個手都是唱那個現場 很厲害 這個就是告訴年輕人 千萬不要得罪老人家 因為她有莫名的一股氣 你知道一股勁 就是不可以被老擊敗 是 真的… 可以看到她裡面的這個 精采的歌舞表演 以及我對老K說的 來…這個 這個要送給老K的 好… 就是這個DVD 這個… 好 來… 這個書 超美麗 這次應該完全不一樣 恭喜… 超美麗 是 老師 這個書 彩妝書裡面 也是有很細的步驟是不是 對 剛剛你們看到 新美姐那張海報的妝 就是我幫她設計的點點妝 對 那花費大概做了四個小時 就為了畫那個點點妝 而且那是一顆一顆畫上去的 這樣啊 純手工 對 純手工 然後這一本書 最主要是要跟所有的女孩子們 分享一些美麗的態度 因為技巧大家都會 但是很多觀念上面 在這本書都會跟大家做分享 而且我的新書的版稅 全部都是捐給台灣的一個公益團體 對 幫助顏面商產的朋友 謝謝… 做善事 沒有錯 而且有一本 有這一本是比較那個 就是都是大家知道的 就是模特兒或者是 然後這一本是對 素人 對 這個是我們陽光的商友們 一起入境 拍攝的一個公益廣告 希望女生們不僅是追求外在美麗 從內在也可以散發出自信 透過這本書 你就可以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 在這邊也非常歡迎我們的心妹姐 謝謝 麥芬老師 謝謝 你們兩位 接下來各位 這一位就剛剛談到 從巴黎還是巴黎回來的這一位 趙先生老師 畢君老師歡迎 是… 歡迎畢君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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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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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從巴黎飛回來而已 妳是要走秀嗎 一定要站在上面嗎 走過來嗎 因為我現在是 國際上最有名的街拍人 他自己都在街上一直拍人 然後一直換各種不同的衣服 真的 誤會了 我真的是 這些國際街拍的國際媒體拍我 你不是發在自己的WeChat而已嗎 沒有… 就是我自己發是我第一時間 那後續就是說 有像今天我看到Vogue 然後還有義大利版的Valty 他們也有拍 他很會 不是…他很會找時間 他聽到人家3 2 1 他就一個見面 我就把那些的進去 把人家擋住 撥開 對不對 這一套是最新的 這一套是剛帶回來最新的 還有這鞋 這整個 巴黎 這敗家女 介紹一下 沒有 我這很平… 我這很平價的 多少 這是Touch Shop 這一套和台幣差不多 四千塊不到 好 這樣 然後這個鞋子… 我們知道Touch Shop 它那個H&M有發展一個 新的那個就是高端品牌 就是Another Store 這是它的新的品牌 這一雙也台幣差不多四千而已 對 這一套讓我想起來 我在星光大道 被講了一套紅棗裝 它的比較發貨比較大顆 對… 我真的是有流行的元素 對 流行的元素大概是 就是說今年流行這種比較短板的上衣 然後有點Vintage 就是復古 像這個有點像以前阿嬤的那種 阿嬤的那種 阿嬤的那種 對… 然後就是全身就是同一個 顏色Prim 從巴黎帶回大到城的風格 從巴黎帶回大到城的風格 什麼都不容易 好 那很危險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這個口紅 因為今天 小卡老師在講到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巴黎時裝週裡面 幾乎不管是老外或老中 可能臉上的妝其實都還滿簡單 但是就是這個非常紅的 這個紅色的口紅 是一個每個人嘴上一定會有的顏色 待會好好幫我們介紹一下 謝謝 歡迎菁老師 好啦 那我們馬上就要從 各位同學碰到的困擾開始聊起 首先第一個是深深碰到的困擾 對 我想就是 因為學生的經濟能力有限 然後每一次 就是可能一季用過的衣服 到了秋天之後又不能穿 然後又覺得很浪費 就是要怎麼樣才能就是 就是可能把夏天的衣服 帶到冬天來穿 又不會顯得很奇怪 好 我們先請問一下大學生 有這個困擾嗎 阿鳳妳說比例上面有沒有 對 因為其實夏天的東西 有很多衣服它都是比較短板 就是它不是都比較合身的 可是如果拿來秋天穿 如果我再搭配一個什麼東西 因為個子不高的人 比例穿起來就會變很怪 然後就會變成是 妳穿什麼就會變成很矮身的人 對 這是不是要參考那個巴黎碧君 要短板是不是 它的比例 對 就是比例 其實短板的上衣如果穿得好 可以讓妳的下半身跟上半身的比例 會更好 對 但是就是我們今天也會講到 有一些如何把短板的上衣 穿出一個好的比例的祕訣 是 這個要問一下這個新美姐 新美姐妳們當時剛出道的時候 會不會也有一些這個經濟上的考量 但是還是要有很多的變化是嗎 新美姐 還好 因為我出道的時候都有造型師 然後唱片公司都預算 其實那個時候環境比較好一點 一出來就很紅了 不是… 那個時候唱片環境比較好 所以他們預算就會比較高 然後都有造型師幫妳配衣服 所以私底下我根本都是T恤 牛仔褲 我大部分的衣服都是黑的 要不然就是白的 就只有這兩個顏色 所以我很好搭配 沒有什麼…當季的 概念 對 因為你如果買當季 投資當季的衣服 你明年再穿 後年再穿 人家就會覺得 那不是哪一年哪一年的 不要太明顯 所以盡量不要投資那種 太明顯的當季的衣服 然後我自己個性是喜歡黑就是白 所以我爸媽只要進我衣櫥 就被人就抓狗 他們覺得我的衣櫥是一個 非常不吉利的 很壯的衣櫥 好 今天其實我們有同學 要挑戰一下自己的這個 關於Fashion方面的設計 我們個人又選出四件單品來 要搭配出一週上課的服裝 我們有請兩位同學 許多人為了要省錢 會希望將夏天的衣物 拿來秋冬時做搭配 但是到底該如何穿搭 才能活用這些單品呢 這次的考驗對象 則找來對穿搭 普有概念的阿鳳以及安傑拉 而他們的穿搭技巧 會不會受到專家的認可呢 夏日穿搭魔法師 一週造型就靠我 OK 我先介紹一下我的 有點弱 其實好奇怪 先介紹我的小小單品 因為我這一次收到的任務 就是平價 然後又就是可以重複穿 然後可以就是幾樣單品 然後可以變化就是多變這樣 然後也有春夏的混在裡面 對…然後我就選了我兩件 就是夏天的背心 這個背心 然後搭了一件秋天的帽T 就會變得比較牙皮一點 這邊有照片 看一下第一組 對 牙皮蜂 一週上課可以穿 就看不到背心 在外面 對 這就是把它套成是這樣整套 因為牛仔褲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這樣穿會不會卡嘎之旺 其實不會 因為背心我刻意挑選了 它開旋比較大的 超開 對 比較開旋 而且就是這邊還開旋更低的 更適合這樣穿 然後第二個是比較街頭一點 就是一般的素T 然後跟就是有時候 如果入秋的時候 可以穿把外套 然後穿女裝呢 沒有 這是男裝 那為什麼有薄衫 薄衫 沒有 這是男裝 韓國 對… 然後我就是會變成是 第二套 第二套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對 就把它綁在 就是比較稍微就是 有點隨性一點的這樣子 好 第三套就是稍微穩重一點 如果真的入秋的時候 就是必備的針織衫 搭配那個白T在裡面 就會變稍微穩重一點的穿搭 夏天的白T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我就是很推薦 大家一定要 就秋天的時候要有帽T 帽T非常好穿搭 如果你戴了一頂帽子 然後素色的帽T 其實就是街頭的穿搭 就是這樣 上課其實都很方便 對 這是我一週小小的穿搭 請問我們三位來賓 有沒有什麼看法 對於她一週用這幾件配出來 西美姐覺得 然後 我覺得那個很妙的就是 有一個藍色的圍兜兜 很像幼稚園 背心 背心 這個像有一點幼稚園 會…很會流口水的小孩會 然後但是我看過就是白T 素的白T 穿過最好看的就是這一位 小朋友 白T 白T達人 沒有 問我不準 因為我製妝費是沒有在控制的 對 但是我有一個訣竅 我25歲以前 就買一些流行性的或鮮豔的 所以我都會困擾著 換季的時候怎麼辦 但現在我都是全部買黑白 全部買基本款 對 長短不一樣嗎 我的衣服沒有在分季節的 除了大外套以外 女生怎麼搭呢 一週 我的話呢 因為我其實現在上面看到的衣服 沒有一件超過400塊台幣 而且穿都穿兩年以上了 所以就是我的話 現在就是要脫就對了 沒有啦 就是像這個的話 其實就最簡單啊 夏天很性感的黑色長陽妝 對不對 其實就配一個這種襯衫長版 長版的 對 而且可是其實看起來 其實很成熟 就是飄逸 而且中間會繫個腰帶 然後讓他把腰豎起來 就會感覺起來 不會說這麼的沒有腰身 所以一天穿這樣 對 然後第二天的話就可以搭一件 隨便搭一件針織的毛衣套在外面 其實就是美國很休閒 他們那種女性走在路上 他們就直接套一件 就長陽妝套套一件針織衫 然後就可以直接出門這樣 而且就是熱的話就捲袖子 冷的話就放下來也不會很粗 熱的話就是夏天 夏天其實就 現在很流行灰色一些短板的 就一般的那種素的 然後還有牛仔褲嘛 其實如果再配上剛剛我 再重複搭的這個外套 然後其實這樣打開來就很Sexy 就是這樣就變一點辣妹性感風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我很推薦的就是這個 披巾非常好用 披巾就比如說 像我現在這樣穿著 我冷的話再這樣子搭著 也不會很奇怪 就很好看 而且 我這樣也很喜歡 我今天跟我們在聊說 有一點成熟 真的 你喜歡的都會比較成熟一點耶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上面的造型還是變形蟲的 所以就有一點 這我在威尼斯買的才200塊台幣 而且資料很好 秋冬最硬的裝扮 竟然不慎成為NG穿搭 來冠冠 您的困擾是 秋冬露出來就會覺得感覺很肥 什麼的 像 我現在穿我不知道什麼 其實我們今天準備了一位 這個就是說搭配這樣子的 這個造型的同學 來看看她穿的到底 歐布洛克德 歡迎金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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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Style 我們到底是這兩條要放外面 對 你都會很奇怪 大學生了沒 這我在威尼斯買的才200塊台幣 而且資料很好 威尼斯也有阿嬤 對 不是說威尼斯就是年輕人啦 沒有 就感覺比較成熟 比較那種浪漫風情一點 不是 因為你看 因為其實你不管是花色花樣 像這個其實很流行 就是什麼樣子 就是每年都可以搭 就會一下會被看出來 然後像這個可能他們覺得成熟 你看溪梅姐帶來的一些單品 好不好 可以搭好幾集 所以冬天我一定要 因為我很怕熱 所以我 因為一年四季我都穿無袖 什麼 所以圍巾很重要 比如說這樣的一個圍巾 然後我通常我不喜歡 有Logo很明顯的 然後我教大家怎麼批 好 圍巾千萬不要 不要這樣批 就會顯得像金布 這樣 叫金布皮 就很像金布皮 然後你就可以隨便腳抓一個腳 抓一腳 然後 這樣隨便圍 好帥喔 時尚 就會很好看 以前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臉很圓 所以我就不敢把這裡圍起來 後來因為年紀大了發現脖子 只要暖了 就不會冷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東西 也是值得大家投資的 就是一個 異材質的 拼圈 拼圈的圍巾 好幾面喔 好帥喔 好帥喔 對 very color 這怎麼拼到很好 然後你也是隨便抓一個腳 感覺隨意 對 就可以很好看 就可以露出不同的顏色面 對 而且它狀色狀狀狀很漂亮 這一條真的好好看 對啊 勉強有沒有看到那個圖案 什麼都比較黏稀 都好帥喔 那個圖案超時髦的 就是很簡單 要有個性 對 這麼大其實你坐飛機 也會比較 就是萬一有空調比較冷的話 也很好 也很好 今天如果想阿阿伯峰 我們就這樣纏在頭上 我盡量不要建議你們宿舍的 宿舍 因為宿舍的圍巾很容易上飛機 或者是像你那個 你就會拿錯了 會很像 因為你們都那麼年輕 年紀那麼小 所以應該去大膽的 因為這些都不貴 所以去大膽的投資這個大圍巾 或者是你如果說有這樣子尺寸的 你就自己把它車起來 對耶 所以益材質的把它車起來 也很有趣 好 所以請問畢君這兩位 有哪裡稍微修正還有舊的地方 我是覺得就是女孩子的部分 就是顏色整個都太暗 然後就是剛剛青梅姐提到 整個她挑的那些花色跟顏色 都比較成熟 所以她的款式跟搭配 我覺得她是很尺寸 就是還滿時髦的 但是問題出在 顏色跟那個圖案上面的選擇 是超零的 對 她客家年輕一點 男孩子的部分 我就覺得說 那個服裝的可能就是說 有幾件的那個料子 可以稍微挺一點 這樣在穿搭上面就有一些差別 要不然可能就會覺得 像姓妹姐提到的感覺 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對 了解 料子 謝謝 陳溫 我想問一下老師 就是像秋天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 長袖外面再搭一件短袖 這樣子就是選擇上面 像什麼寬鬆長短 這樣老師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建議 其實今年秋冬還滿流行 就是Runway上面有這種 這種就是到那種五分左右 然後裡面可以穿一個長袖 這裡有點小小的那種 欺凌Hippie的復古 但是你那個選擇上面就是要 就是 也就是要合板一點 也就是這個袖子 可以在嬉皮一點鬆一點的感覺 就是可以這樣比較正常的 兩截這樣露出來 不然就是誇張一點 這個襯衫這個領口可以大一點 整個就會比較有一個時髦的感覺 不會覺得你只是把兩件 長短的衣服搭在一起這樣子 OK 謝謝兩位同學 謝謝 謝謝 還有很多同學都有困擾 來 罐罐 您的困擾是 像剛剛講到就是很流行的 短板上衣 然後就是秋冬是不是也很流行 可是就是因為短板 其實秋冬穿會露肚子 它就很冷 可是每次都 我只會戴高藥褲 我也不知道會穿大 而且我覺得就是秋冬露出來 就會覺得感覺很肥什麼的 像我現在穿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搭 是耶 不肥 對啊 就像秦文老師的話 就要穿那個啊 阿公不是都有 偶射的內衣嗎 其實今年流行那種短板的上衣 然後搭配一定是一個高腰 而且非常高 會高到胸部下面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說 因為同學都滿年輕的 比如我這邊拿了這個高腰裙 它也是很可愛 它 如果妳上面上半身是短板的話 然後就是妳剛剛提到的那個 怕風會吹進來會感冒 然後還是一塊那個肉會垂下來 但是像這種就是已經中高腰 它穿起來是在這個位置 用高腰去把它補起來 對 剛好就會把那一節補起來 所以妳去看那些就是國外街派人 他們即使上面是短板 但裡面其實已經 擁有了一件就是非常高的 高腰的下半身 這個要很注意 老師拿的那個料子要挺一點 不能太薄 對 妳下半身要夠FIT 因為它就是要營造一種 上面寬 下面窄 那一種流行感 好 其實我們今天準備了一位 這個就是說搭配這樣子的 這個造型的同學 來看一下她穿的到底 好不好可以的 歡迎金金 漂亮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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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緊 衣服太長了 這個是 這是 誰幫妳搭的 這是妳 這是我自己搭的 這是我的那個小小兵風格 小小兵風格 不是 它這邊還有 妳可以這一面轉給 妳看它有顆好性感的痣喔 這裡 那個 那邊還有嗎 那邊還有嗎 還有最擦的 要把它黏起喔 沒有… 但是這樣穿是不是也要身材 身材的條件呢 我覺得這個衣服這樣子的Style 要美乃滋穿 像我們比較豐滿的不行 因為 美乃滋 美乃滋 美乃滋不懂嗎 妳講快點 美乃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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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 會保… 譬如說 會頂一段 對 譬如說像 不好意思 我們如果太豐滿的人 因為第一個這個質料的關係 它會更破 撐起來 我們到底是這兩條要放外面 還是 對耶 還是放裡面 還是放裡面 對 你都很奇怪 很奇怪 卡在中間 你卡在中間 然後這個又一直這樣…就會 其實有點多餘 有一點 對 太厚了這裡 就是整個會很好 所以它這樣已經算太厚了是不是 因為它有一點小泡泡 所以 其實剛好啦… 所以必要是OK的拉下來 但是這樣穿 你們男大生覺得怎麼樣 對…喜歡 喜歡 你應該問他們喜歡 放外面還是放自己 對… 深幼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很性感啊 對啊 很性感喔 海產 我可以耶 就是 沒有問題 妳她不行… 妳她不行啊 所以其實短板大概就是這樣配 是嗎 我覺得就是像剛剛欣美姐講的 就是說 其實它的重點就是那個流行感 是上面那一件寬版的 超級尺寬的上衣 但是外面搭的這件吊帶的牛仔 就有點上半身複雜掉 而且把那個流行的那個重點 又混淆掉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簡潔俐落一點 像這些照片這樣嗎 這些 你可以隱隱約約露出來 但是我們注意看 它那個露出那一節 我剛剛提到 因為下半身很高 所以露出來 是你胸部下面那個骨頭 是性感的 不會像我們印象中說 那我的小… 小腹 小腹是不是會露出來 對 然後要簡單俐落 然後就是又有一點小小的 露了一點那個腰的性感 但是其實那裡並不是腰 真的要瘦到 就是能坐下來喝下午茶 不會被覺得說 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下半身的搭法 也可以是一個比較寬版的那種 就是高腰的長裙 比如說有類似像這種 因為經典也流行皮革或漆皮 這種都已經是中高腰了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下半身有障礙的話 你沒辦法穿得太緊身 那你可以一樣挑短版的 超級尺寸 然後下面穿這種 就是也滿可愛的專訊 聽完專家們的建議後 女生們對於短版上衣的搭配 是不是更有概念了呢 這樣子的高腰搭配 是不是更添時尚感了呢 Patrick 老師好 因為我其實平常也會買 很多素色的衣服 然後我也很喜歡 買暗色系的衣服 因為我覺得我常常看到一些 時尚雜誌或者是街拍的模特兒 他們都穿從頭黑到尾 我覺得太帥了 然後我也是就是想說 一走這個風格 然後結果我常常就是穿出門 然後秋天的時候 然後太陽大午再戴個墨鏡 然後我有一次我媽出門看到我 她說 她說是不是有什麼大哥 對…她想說為什麼我要穿這麼黑 全身黑 所以我的困擾就是 我要怎麼讓我一樣全身黑 可是卻還是很時尚或是很好看 掌握流行跟元素 就能打造巨星氛圍 因為秋冬的衣服都是 比較暗色一點 大家也有相同的困擾嗎 如果穿起來人家就會說 那你這樣什麼氣色很差 要問她老師啦 就說黑色要怎麼樣穿 才有那種亮點的感性 那個黑的重臨在於 走秀走秀 這個就是氣勢 巨星 帥喔… 等一下我們台灣也有代表 大學生了沒 這些都是你搭配的是不是 就比較暗色系的 對啊 因為秋冬的衣服 都是比較暗色一點 大家也有相同的困擾嗎 你也想穿得很帥 很神秘 很百搭 Erica 因為我的衣服也都是偏 黑色或灰色那種感覺 就可是我穿起來人家就會說 那你這樣顯得氣色很差 所以我也覺得不知道 要怎麼配會比較好 了解 Angela 而且因為像我很比較肉一點 所以我一定要穿黑色 或是這種皮革 就很…就是把肉框住 要不然如果一穿 稍微亮一點點那邊就超顯胖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 而且妳今天好像 好像剛剛拿的摔角冠軍對不對 對 怎麼樣… 好可怕耶 這很奇怪 對啊 怎麼修飾不同的身形 要問一下老師 就說黑色要怎麼樣穿才有那種 亮眼的感覺 我的黑色是我的天菜 我也是很多黑色 但我覺得要亮的話 我就要靠配件 你看像我跟欣美姐都很愛黑色 但是我們都也會配一些飾品 大的或者是多層次的混搭的 讓你的黑當中有一些亮點 妳就可以從黑當中的嚴肅 變成時尚感 很重要 所以要投資飾品 男生女生都是 因為像之前我去湖南台 跟陳坤還有謝霆夢合作 他們兩個永遠是穿黑色 永遠 然後待會兒我就想說 到底為什麼他們 還是看起來這麼帥氣 除了一個妳剛剛講的 就是這些飾品 還有就是 他不見得都是長袖或短袖 像謝霆夢有一次穿一個皮的無袖 然後他的膚色是曬一個骨頭 很帥啊 然後在他搭什麼 亮的墨鏡 所以整個人看起來就是巨星感 對 所以其實黑跟質料跟它的 對 或者是不同的材質 你可以有皮的或者是塑料的 或點金屬光的 去讓你的黑色是有層次變化的 看起來就會帥 那麼年輕 如果真的不習慣穿那麼顏色的 你真的喜歡黑或者是白 像皮衣冬天一定要有 那我今天特別帶來的這個黑色 你們可以選一些 你看它的那個細節 對 是 好看喔 好看喔 而且它有印花在裡面 其實它的皮本身有印花在裡面 就不會那麼的無趣 對 也有層次的感覺 Angela 她摔角的嘛 對…Angela 妳的黑皮衣我就覺得 以妳的年紀來講 稍微無趣了一點點 對… 所以妳可以 自己也可以去找這些 她可以 她很會 東西去做一些改變 然後剛剛還講到一個配件就是 今年很流行的就是 小包包 譬如說這種小包包 妳一定要弄一個 大配件 配件比包包大 對 勾在這裡這樣子 就是 好有個性喔 對 今年一定要有 然後就是可以投資一個很跳色的 但桃子姐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膚色很重要 妳露出來的膚色 女生的臉的化妝 搭配得好的話 也不會那麼的死氣沉沉 了解 妝也很好看 對 其實我在歐洲 我們都知道巴黎人喜歡穿全黑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她們都喜歡穿全黑 然後這次在時裝周 其實一樣 看到很多全黑的打扮 那就像剛剛 欣梅姐跟小凱老師提到就是 黑 妳要黑到有設計感 有細節 有特別 即便是全黑 妳還是會覺得 這個人是有亮點 那個亮點應該是 她整體的感覺 而不是就是說 我就穿了一身黑 好像要去參加那個點點點 第一個是妳喔 第一個是我個人本身 又哪一位啊 都哪一個 因為妳注意看老師 老師的飾品 鞋子 其實她都有注意 對 我就帶了很多Later的 銀色的飾品 老師 所以妳是自己有一個小車子 在路邊 然後一直換在路上台嗎 因為巴黎沒辦法隨便 Taxi 沒辦法 她一定要有Taxi的站 妳才能夠有進行車 不像台灣這麼方便 所以妳總是行頭都要搭在身上 然後就到草堆裡換一下 又出來 辛苦… 不能換裝 我們看到就是時裝周 裡面其實黑色是不退流行的 但是重點就是剛剛我們大家講的 那個黑的重點在於就是設計 然後我這裡有帶來一件 剛剛從巴黎飛回來的 這個可以有一點Grunge 然後很大Oversize 然後它是男生 女生都OK 而且它也是一個 比較不退流行的一個皮革的款式 所以待會兒同學可以示範一下 小開老師這個什麼 小開老師 小開老師啦 小開老師的衣服啦 不好意思喔 妳的Model 巴黎時裝中 眼淡 就是妳的用 走秀… 這個就是氣勢 音樂 一樣是黑色 上面寫點點的名字耶 好看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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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GC 還有GC GC 好帥喔 GC 大小明 黃小明 黃小明耶 這個流行這種水味的 等一下…我們台灣也有代表電影明星 來 快點 快點 加油 同樣一套… 拚了… 背心… 拚了… 好萊塢巨星… 好萊塢巨星… D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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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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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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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個兒比較小 所以她裡面可以再搭一個襯衫 很情婦啊 沒有 她其實裡面可以 她隨便搭一個襯衫 就不會覺得這麼空了 對 所以她穿高的衣服 其實還好 她穿這樣還OK 各有各的巧妙 對 好 妳要幹嘛 然後這個墨鏡也是 在巴黎時裝之後 非常重要的一個流行重點 就是這種水銀的這種亮的鏡面 對 好 接下來有人要來挑戰 沒有錯 就是我們同學張翰 歡迎張翰 一色氣 複滑亮 很帥氣喔 我覺得她自己搭的喔 這是你自己搭的 對 就是自己從衣櫃裡面找的 其實這都是今年買的喔 衣服是去年 然後這是昨天買的 昨天買的 對… 好 這整個的這個穿搭 其實想問一下畢君老師覺得 有巴黎的感覺嗎 沒有 我覺得沒有 第一就是剛剛我有準備那個秀片 就是說像他們 你黑色的穿法 你可以要嘛就是很fit 就是很合 包括褲管可能是7分的 然後褲管都很合 然後上半身你全身是合 你看就是第一個那個男生 對 要嘛就是很合 要嘛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有一些這種 屁屁掛掛的Oversize 它這個中間就是比較台灣人的穿法 對 就以為 不是巴黎人的穿法 巴黎 上面那一件皮夾克 我覺得就是像剛剛欣梅姐也講的 就是扣粉 因為質感不好設計也是有點 脫掉會不會好一點 對 它脫掉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比較合 老虎頭 不要老虎 其實這個老虎頭這個圖案 但是今年非常流行的 也比較有特色的一個設計 是OK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褲管可以捲 捲起來一下 什麼時候要捲 什麼時候不要捲啊 老師 而且要捲到什麼位子 老師 對 以它的身高我覺得超簡單 捲起來差不多這樣子就好了 看自己身高比例是嗎 對 因為要俐落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看它外套脫掉 它上半身是合身是比較俐落的 所以下半身的褲子 就是要讓它合一點 俐落一點 這樣會比較 感覺整個人就比較時髦一點 因為剛剛穿會有點下半身 比較中規中矩 對 小壞壞的地方 對…就是褲管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細節 它是來挑戰關主的 今天是哪一位呢 今天是哪一位 幫我們 我們今天有準備了一位 就是黑色的神秘嘉賓 是的 就是我們的小潔同學了 歡迎小潔 小潔 好帥喔 有風… 這人不一樣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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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有點小呆呆 接客變聰明的感覺 好 妙麗 這樣穿搭的重點 小潔這一套 就剛剛我們大家在講就是說 你要穿全黑可以 但是要看得出來 它的黑色是有特色 有設計 像小潔身上這一整套 從上半身的這個就是抓皺的設計 它就有很強的設計感在上面 然後加上就是多了一個外套 因為可能秋冬的時候 那個外套有點空 就是比較寬鬆的感覺 營造一種比較文青的味道 對 所以小潔這整個感覺 就會覺得說 雖然是黑色 但是你會覺得它是有亮點 它是有特色的 所以它這樣子可以變魔法的感覺 對…可以變魔法 有點像魔法式 但是老師有沒有 因為黑色有沒有 很容易穿成有告別式的感覺 要如何去避免它 我覺得就是說 在我們剛剛提到的剪裁上面 還有就是配件上面的搭配 比如像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戴了一個墨鏡 或者你身上戴一些飾品 你就可能去參加派對 而不是告別式 或是你的表情啦 對 戴著一個笑臉 人家都不覺得你在參加告別式 妝啊 對 她的妝有點化你的口紅 對…就是化一個 比較有亮點的妝 像我這個口紅 你就會覺得你應該是喜事 不是傷事 好 謝謝兩位同學 謝謝 謝謝 好 今天既然請來這麼多 食尚教父 教主 教父 教頭 教主 好 總之 今天既然來這麼多 時尚達人 他們要幫我們選出這個 同學裡面 你們覺得穿搭睡不OK的 小凱老師 放眼望去 我覺得基本上 有一個女生 讓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奶油 就是覺得她的眼睛 感覺好黑喔 奶油 她坐在最遠的地方 可是我可以看到她眼睛 是這個嗎 長白毛的這位嗎 不是 不是 平常人應該看不到誰 ERICA 對 很黑 她的眼睛這樣不行 她我雖然坐這麼遠 我已經可以判斷 她就是我們現在街上常看到 女大聲時尚搭配 就讓人有另類感受 如果你想要走在這個 時尚的尖端 如果你沒有錢買 飾品 買衣服 可以畫上 最流行的紅唇 你的膚色比較白的話 你可以擦 那如果你的膚色 比較健康的話 你可以擦這種 它有一些 掉漆的痕跡 是非常好的 那不是會感覺有 指望嘴角 不均勻嗎 大學生了沒 如果妳坐這麼遠 我已經可以判斷 它就是我們現在街上常看到的 深化複製人 沒錯 就是會戴超級誇張的放大片 以及無敵厚的假睫毛 所以走在路上 以至於大家看起來 長得都會很像 雖然她們都很美 可是妳會覺得她們特色都不見了 而且好像都看不到眼白 對 很黑 眼白快不見了 來…我們又請Erika 老師來幫妳改造一下 好的 深化複製人Erika呢 即將會被小白老師改造啦 怎麼樣的秋冬妝容 才能夠在人群當中跳出來 好嗎 好 來 先看一下複製人的特寫 是 暫時不要發射雷射光 謝謝 我說的就是這種睫毛啦 你看 往上看 對 就是 不太真實 當然它是一種漂亮的睫毛 但是對於一般女生來講 我覺得特色更重要 靈魂更重要 所以我們簡單的改造 只要把假睫毛換掉 就會差很多 還有幫她換掉她的隱形眼鏡 放大片 我不太建議大家戴這種 過於花俏的隱形眼鏡 因為大家在對望的時候 會不曉得該看鏡片 還是該看妳的靈魂 看不到妳的靈魂 對 它會濕湯喔 對 太濕了 有某些啦 某些品牌的變色片 大家還是注意一下 它會掉色 對 那很恐怖 對…那個對 容易破掉 對 那對眼睛不太清楚 你看都怕很痛 這麼溫柔喔 對 絕毛不都是直接剉下來就好了嗎 對啊 不是 因為Erika 本來眼睛就夠大了 也太誇張了吧 妳看她的睫毛 好厚 好… 對啊 真的 對 駱駝看到妳都嚇到了 太誇張 其實你看我們幫她換上的 就是這種比較空氣感的 因為它這個等於是貼了兩層 你看 差那麼多 黑那個密度差很多 對 不要有覺得厚 黑就是會大的迷思 其實只要角度帶對了 妳的眼睛一樣會大 而且會比這個還大 還要漂亮 因為Erika本來眼睛就很漂亮 對啊 睫毛也算長 她天然 天然的睫毛也很長 妳先把隱形眼鏡拿下來 看一下兩個眼睛的差別 大小差好多 好 我們現在幫她戴上 空氣感的假睫毛 空氣感 好 這個真的 納豆 像你就是喜歡濃睫毛的女生 是嗎 當然 還有開眼頭 開眼頭的 就是喜歡深化人 設計人 每個人自己的喜歡 對… 所以東區都是你的菜 小凱老師 我們是 我們沒有近視的人 我們是愛漂亮的人 我們要化好全裝再戴 最後戴隱形眼鏡還是仙袋 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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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喔 眼睛還在那邊 為什麼要這樣錄 好 我剛剛說角度很重要 就是我們可以在那個 睫毛膠還沒乾之前 我們把它往上推 弄挺起來 對 挺直 讓它挺直 讓它往上有那個飛翹的感覺 然後我們再幫它換上一副 自然的放大片 自然的為什麼要戴 就用它自己的就好啦 老師 自然的不能夠放大 你知道為什麼它很依賴放大片嗎 很多女生也很依賴它 因為其實很多人的眼白比較大 看起來比較有胸 對 沒有那麼娃娃感 現在女生都喜歡裝無辜 放大片是他們很依賴的東西 但是你可以選擇自然的單身 或者是顏色 或者是顏色不要這麼複雜的 放大片就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不一樣 好智男喔 好美耶 好可愛 氣質喔 氣質不一樣對不對 對 氣質不一樣 而且其實這樣眼睛還滿大的 感覺有高級了起來 有 國際啦 國際 sorry 國際 再看一下 你看喔 真的耶 你就會覺得這邊的眼神是 有人味的 然後會覺得就是它真的就長這樣 對… 然後這個你就覺得完蛋了 卸妝一定差很多 還有就是 男生反而會怕 對 會 會怕喝輸的 而且我們再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 如果你要去約會的時候 你看 跟男生這麼近靠近的時候 眼睛往下看 然後 沒有 真的喔 好自然喔 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好像真的 男生就不會發現破綻 然後呢 眼睛往上看 不 這樣覺得 有 這邊就像真的 對… 可是它一樣很大 很有神 神奇的東西喔 對 好 希望大家可以找出 最適合自己的化妝方式 對 不一定要複製 好 除了眼睛之外 好 眼睛已經改造完成 對 如果你想要走在這個 時尚的尖端 像碧君一樣 走在巴黎的那個街頭的感覺 街拍達人 街拍達人 你不能或缺的 如果你沒有錢買飾品 買衣服 你可以畫上 對 可是小凱老師 紅唇真的很難畫 真的很容易變在那裡 要小心很容易就 像它白 桃子白 就是你們都很白 就會很好用 可是我們皮膚 大概黃一點 或者黑一點的那個紅是不能夠 比如說是豬肝紅還是橘紅 還是辣椒紅 其實如果你的膚色比較白的話 你可以擦比較冷色系的 就是它的紅色是比較 帶一點點桃色的 冷色調的紅 如果你的膚色比較健康的話 你就可以擦這種比較偏橘的 偏橘的 這樣就有感覺對不對 上面這是比較冷的 下面這是比較暖的 所以白的人擦冷的會很好看 皮膚會更白 暖的膚色比較偏黃的女生 你擦帶橘的其實會比較健康 好 對 Erika要擦什麼色 她的話我們就讓她擦 白色 很暖… 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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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比較健康的膚色 其實她今天的衣服 很適合擦紅唇 因為就是牛仔褲 配一個很帥氣的皮衣 如果她要展現一點女人味的話 我們就用紅唇來做一個點綴 好 嘴巴張開 對 不是整隻拿起來這樣搏 對啊 不是這樣搏喔 不用 因為如果你整隻描的話 有的時候對於很多女大生來講 會太成熟 對 因為像那個碧君姐是貴婦版的嘛 我們現在示範的是少女版的 對 你就是用指腹這樣輕輕的沾紅唇 因為很多女生不敢畫紅唇 第一不會描 第二怕過老氣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用點壓的方式 對 變比較正的 好自然 你變漂亮了 而且重點 真的耶 有一些不均勻是很棒的喔 不要企圖地把它 不要把它畫得過於均勻 它有一些掉漆的痕跡是非常好的 那不是會感覺有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 它有一些掉漆的痕跡是非常好的 那不是會感覺有檳榔紗那種 不均勻嗎 對 那個如果你畫得太裡面 就會有吃檳榔的感覺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漸層開來的話 就是暈到嘴邊輕輕的 讓它暈開來的話 就不會了 像這樣就會 細膩還是很重要的 但我們都太粗枝大葉了 對 沒有 我們以前都是先弄一個框 成狀塗滿 然後再塗滿 再把它塗色塗滿 太塗在裡面 我反正插這種口紅 要注意牙齒了 各位 不要粗到 對 所以妳用指腹這樣沾 也比較不會沾牙齒 很簡單吧 喜歡 我覺得我好像變年輕了 而且變時尚 對 我覺得我好時尚 好 謝謝小白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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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謝謝三位教主 來到節目當中 希望大家一起做善事 學習美麗 也一起學一學藍心梅的 歌舞唱跳精神 謝謝 好 謝謝三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